非常歡迎大家來政大參加我們今天的講座 因為現在防疫期間先防禦人節 我們就先要做了 之前我們會邀請我們的國際學者過來 會有一個簡單的治政的儀式 那我簡單講一下今天講座的背景 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來參加 因為我們這次的講座是配合我們政大 有一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然後這個計畫主持人是謝士維教授 然後我跟張超然教授 還有香港的唐偉倫教授 我們是合作主持 然後這個計畫大概是從2017到2020 今年要結案 我們每一個學期來會邀請三位國際學者 來為我們進行講座做一個交流 我們計畫的主題就是歷史與相待畢方道教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今天的演講者那個齊泰宇教授 是天師道研究權威 然後跟我們也有長期的一個合作跟交流的關係 那今天給我們的題目非常的豐富 很大的一個題目 中國駐宗教如何歸類 可以用理教宗教的方法分析中國宗教界 所以說我們今天談的東西可能會超出一些道教的範圍 更是一個整體中國宗教的觀念 那我這邊就不浪費太多時間 我們掌聲歡迎齊泰宇教授 我要特別感謝鄧珠大學的教授 謝謝市委請我到華人物教研究中心來訪問 然後謝謝各位老師學生同道 在兵讀期間他出來替我們這個演講 非常感謝 我去年我去年從五月到十月 一直在德國伯衡市裡頭 例如Rure University 也有一個比較宗教研究中心 最大的一個我參了五月 然後我參加他們的討論 就發現他們還是以這個疑神論的這些宗教 像基督教、天主教、維教、或是猶太教為標準 然後他們問的很多問題 都不太適合於一個多神教的一個環境 特別不適合於中國這樣的宗教學 然後我就想怎樣會管他們比較了解 中國的宗教這個多麼負責 然後管理他們多多多層次 然後我就 然後我一向 我們這道教的學者 一向都是有這個 何謂道教這樣的定義的問題 然後編論得很豐盛 所以在各方面 我就覺得我去用一個這樣的比較方法的一個系統 來分析中國宗教會比較有用 當時 跟我一起在那裡 就有一個學者 是特別研究所謂的 model form 在德文他們說formula 然後我這裏翻譯的是模型、形式 我就發現這個可能是一個線索 所以我今天就要用這樣的一個方法來討論中國宗教 可是我先需要跟你們解釋一下 我是怎樣分析中國宗教 到底去 關閉嗎 關閉嗎 關閉 那本來我 本來我對中國宗教有一個很 相當仔細的分析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不要一律的介紹 我覺得你們都對中國宗教歷史的認識相當廣 應該 這應該對他們對你們來說相當熟悉 所以我很快的 我就會把這個帶過去 第一件事情我要講的就是這個 模型、形式 就是Knut Martin Stoenkel 來跟我提議的 他最有用这个问题来写几篇文章 说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不但是可以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笔者 它还可以促使宗教跟宗教之间的一种童话 然后他做了这个一个结束 model forms can be described as partly filled out and therefore preconceived structure with certain blank spaces into which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data and facts can be registered 所以他就像一个表哥 有一些一定的问题 然后有空号 让你前进去 你的宗教对这些问题 有什么样的分离答案 所以我就想用这个model form 然后等一下我还会介绍一个真知表 这两个措施 来看能不能多了解这个作教 在这方面我必须指出英属哥伦利亚大学的Edward Slinger 这个是深河南所编立的一个数据库 就是中国宗教历史数据库 他们为了做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库 他们就发明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套问题 也可以说就是一种比较长一点的这个模型形式 到现在他们的全部的Pol是要应用在世界任何一个宗教 所以非常仔细 他们现在的问题 就是不是回答的问题 本身就已经到一百多页 然后非常多方可以应用到很多不同的种类的宗教 我从其中我就选出一些 我觉得对中国宗教比较直接的关系的一些顺项 来做导致我自己比较问题的一些问题 可是我之前也要提出这个数据库是正在进行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提供了回早期到教的一些资料 可是他们欢迎每一个人都参加 你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上 本来我要揭晓了一个网站 就是我不能用我自己的电话 就比较麻烦一点 或者你很容易就找出来这个文献 然后它还有中文吧 你还可以看出对你自己的研究 有没有人写过 有没有东西你要补进去 你可以选一个非常窄的一个题目 比如五世纪的佛教 或者江南一代唐代的发展 或者任何一个题目来补进去 然后我们一直很想要这个 可以尽量有全面性 可以处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宗教 我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我就发现 其实古代中国宗教跟比如古代希腊宗教 古代罗马帝国的宗教 有非常多类似的地方 引起一个兴趣说 应该作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 来处理中国宗教 他们就有一系列的世界宗教类型 也非常多 就是一小部分 其实还可以继续增加很多 可是这样的东西太广泛 我去把它缩小到三个不同的类型 我觉得在中国宗教界里头可以找出来 我先介绍一下我要用的宗教团体 当然我自己的研究是位置南北朝 所以我想我是比较偏重于早期的资料 一个做明清史宗教的人 可能会想要那部分分析的比较细一点 可是我觉得可以用这几个题目来讨论 第一就是早期国教 也就是扎古文或者经文所反映的 商代或者西州时代的国家的政府 政府所实行的宗教 我们没有别的资料 所以当时对于那个时间 我们只能讲到国家 第二就是早期中国共同宗教 我是觉得有所谓的Chinese religion 中国人的宗教 孔子之前中国就有宗教 孔子之前的宗教 不能说是儒教 也不能说是道教 也当然不是佛教 它就是中国教 那个我叫做共同 中国共同宗教 早期的共同宗教的资料是什么呢 就是战国时期的像左传 战国策 或者国语 或者像楚词所反映的那些仪式 是什么呢 这样给我们一点资料 让我们知道最上层以外的一般人的宗教信仰是怎样的 到了战国时期 最后我成为自我神话的运动 这个本来是哈佛大学的Michael Peewitt 他中文名字叫做古明 古明 古明 他所发明的一个想法 然后他对了很多我们所说的独子百家 其实他们的目的是在让个人神话 老子也是 可是孟子也是 白男子什么的 都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 然后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 我觉得这个比起说竹子百家的哲学 更可以了解当时的推行这些运动的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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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就是早期道教 我们都知道是张大林一团人在四川一带 差不多几元后第二世纪中期以来所建立的一个组织宗教 不是一般的三个 比较散的那种祝国宗教 然后在街上甚至西渣上一带 就是了解当时的召称 当时的道教有阻织宗教 有二十四十一带 有一定的一种排序 有道名 路上记住 大记住 然後一直到渡谷 甚至有關號的 比較高級的道士 跟這個平行差不多是同一個時期 然後跟他的關係不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早期的中國佛教 佛教剛進入中國的時候 很多人把它看作是道教的一種一部分 或者道教的一個轉型 或者至少三世紀的時候 可能二世紀就已經有花虎這樣的想法 然後為了表達很多對中國人不熟悉的一些詞彙 他們就用隔離的方式 從老子、庄子或者道教的經典 拿詞語來解釋佛教 我猜是一個組織宗教 跟共同宗教很不一樣 其次就是所謂的南方神秘傳統 這個很多人把它稱作道教 不過我覺得很相當 從我的分析 你就可以看出有相當多的不同的 南方神秘傳統 就是可以說是自我神化運動的一個法則 它也是主要是老師傳給一些弟子 一些徒弟的一種小型的新娘 然後很多方面 有包括 就像自我神化運動的時候 有包括身體的鍛鍊 像氣功 有包括防重術 也有包括比較跟醫學有關的 像針灸或者是潮藥的應用 還有早期的像冥想 特別就會像是老子、忠敬 這樣的一個景點 就會有冥想 然後存思的方法等等 去代表人物就可以說是葛宏的 包括自己的文獻 可是還是有很多類 然後很多 本來是南方神秘傳統的教派 後來被遍入道教 所以到晚一點 很多人都認為那是道教的部分 可是當時 未進南北場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 需要分別出來的一項東西 然後有道教裡頭的一些發展 像上清金派 跟明保金派 兩邊都有那部 南方神秘傳統的一部分 實踐方法跟信仰 同時 同時 對道教也有他自己的特別的意義 每次道教要發展出一個新的金派 他都會把它放在一起 意有道教的上面 所以 天使道的天 太清天 上面就有上清天 內地上就有必清天 那就是代表上清金派跟明保金派的部分 同時 同時 林保金派還有一個特別的發展 就是 除了他用林保五福 武福 創造神話之外 他還拿入很多佛教的信仰 佛教的概念 特別是文慧 文慧在上清金裡頭 已經可以看到一些痕跡 可是當林保派 就更清楚 變成道教的部分 然後 為了大眾 或者眾生救濟 林保派 可以說 可以對抗佛教 因為佛教本來就有 這樣子的一個眾生救濟方法 到唐代就可以說 有成熟的中國佛教 成熟的中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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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相當穩定 已經不用大教的用語 已經有他們自己的系統 他們自己的 對人生的了解 也有他們自己的 上衷 他們自己的佛色 系統 都非常完備 從唐代之後 雖然有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像唯色論 或者神秘佛教 所謂 唐代 基本上 佛教 到了唐代以後 我們就可以看出 有所謂的 近現代 共同宗教的出現 其實對唐代 其實對唐代 或者在最北朝的時候 中國共同宗教 中國共同宗教 這個傳統 到底有多麼深情 是有些難說 好像佛教 跟道教的影響力 就變得很大 我們在北魏的北魏裡頭 我們就可以看出 一個村子裡頭 一半是佛教 一半是道教 沒有一些共同宗教 沒有一些共同宗教 的一種現象 所以可能地位 比較 我覺得力量 比較 不那麼強 不過到了 宋代的時候 因為社會繁榮 人口也增加 然後經濟非常 非常繁榮 有各種 還有印刷的關係 讀書 讀書 讀書的人 或者能讀書 能讀中文的增加 所以我們就有很新的一個現象 第一 我們就可以看到 各地的地方 從他們 本來的一個 他們被拜理的小鄉 就擴大 可以擴大整個一個區域 或者甚至於全國的神 然後在各地的 可以受到重奉 同時 他們就會 演出 他們自己的一些特能 譬如文昌 就變成 考樹之旋 或者是 玄武 就變成 幹活的神 或者 有 觀音 可能是變成 保護 女人 讓他們 有安全 有這樣的 什麼 有這樣的一個發展 然後 同時 有政府 出來認定 這些地方 想給他們的一個封號 讓他們有 比較穩定的一個基礎 然後 我覺得 近現代的 宗教 基本上 就 存以 奉擔 一直演變到現在 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情形 就是佛教跟道教 的一個回應 他們要怎麼樣 再建立他們自己的一個傳統 因為到那時候 已經沒有真正的道名 也沒有真的專屬於佛教的平民 佛教基本上只有和尚 道教只有道士 才是他們的成員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道教跟佛教都要演出一種方法來 可以讓他們管理民間宗教 這個共同宗教 佛教就有所謂的旋路會 道教就有禮保在這個宰教的系統 然後特別是道教 所以 變成一個認定地方神 給他們地位 神就要把他們提升做初級的道教神 其實像文昌 漩渦 他們在道教的地位不高 可是他們還是有 可以成為道教神的一個身份 所以 此外 我們可能要講一下 語學 道學 是語家族的系統 有人說這不是宗教 有人說 它是宗教色彩 比較濃厚 不過反正它在各方面 可以跟中國不同的宗教傳統 來做比較 所以 我也把它列進去 那最後我們所謂的教派宗教 或者有人說神武系宗教 這主要是拜儒聖王武 或者這一類的女神 做他們最高神 然後 用很多佛教用語 可是同時有一個很強的 這個 前年注意 陌生論 這種想法 所以 同樣於 時代學 所以基本上 我是 我是用這幾個 宗教團體 來做 我的比較的成員 就像我說的 假如你 別的人做這樣 同樣的分析 他們可能會分析的不一樣 特別是 晚期 我從宋代以來 就沒有很多片化 就是 我自己 對中國歷史的一個呈現本 不過 我覺得 宋代已經是 中國現代的開始 early model 那關於這些類型 我剛才跟你說 你看 這個數據課 是分析的多麼細 我就 有個三個大的類型 來分析宗教 第一 是 分散性的宗教 也就是 早期 共同宗教 可以說 中國共同宗教 一直是這樣的一個很善性的宗教 這樣的宗教沒有教則 也沒有一定的傳須器 可是 而且 他不一定是拜同一個神 鬼神 就很多 可是 他們用同一個方法來處理這個神 同一個人 在中國是祭祀 學識 學識 這個方法來處理 他們 跟這些鬼神的來往 然後 然後 這樣的 這樣的 分散性宗教 第一 因為 大部分是多神的 第一種環境 然後 沒有界限 每一個神 你都可以去辦 都可以去向他們求一些事情 所以 在某一個場合 你就可以選 你覺得 最適合的神 或者 別人跟你說 一個神 一個神最有靈力的一個神 來處理自己的問題 相當自由的一種場面 這樣的一個宗教 有一個特點 就是 它經常 沒有一定的名稱 因為 它就是跟 日常生活非常密切的一個關係 而且 在當地的社會裡頭 非常 變身 畢固 所以 最近 有一些學者 喜歡說 沒有宗教 相當於宗教 這一個 這一個 詞的話 反地的人 就沒有宗教 我覺得 你了解 這樣的 分散性的宗教 你就可以了解出 為什麼 有這樣的情形 經常 即使你說 古代希臘的宗教 有 國馬 帝國的宗教 那個教 叫什麼 它沒有名字 中國 固有的 共同宗教 也沒有名字 可是 有它的事實 然後 什麼時候 它可以得到名字呢 就是 有一個 新型宗教 出現的時候 新型宗教 就會 否決 已經 存在的 宗教 那 它也不會給它 一個 好的名字 它經常會說 它是 Paganist 或者 邪教 這樣的 一個 列稱 可是 只有這時候 你才會真的 感覺到 這是一個 宗教 這個東西 所以 我的 分散性宗教的例子 就是 中國共同宗教 印度教 古代希臘教 或者 羅馬帝國教 我覺得 大部分的 多神主義的宗教 都是這樣的 分享性的 第二個 就是 師徒關係的 一個 照片 在 中國 這樣的例子 也非常多 中國 時期的 那些 集中於 每一個 我們現在有的文獻 像 寶子 或者 莫子 或者 莫子 這樣的經典 我們知道 這不是 老子 和孟子寫的書 但是 一群人 有一種心 然後 他們 一起 編出來的一種書 同時 當時 很多 我們說的 叔叔傳統 也 大概是這樣 是傳下來的 有一個老師 有幾個 弟子 其中 他就 為了用 入門弟子 在做入門弟子的分 他還要選一個 後繼 後繼者 來當這個第二代 或第三代的 這個派 就是 一種 頭 這樣的 一種 情況 我覺得 很 這樣子 一種 可以說是 Lineage 這種宗教 要跟 我下一類 主學的 組織宗教 劃清一個 線 相當不一樣 這個 對 了解 道教的 道教 非常重要 所以我 特別要注意 第三類 就是 我所謂的 組織性 宗教 我們知道 我覺得 中國 古代 曾經有 非常多 組織性 宗教 大部分 一下子 就變 沒有 本來 我有 考慮說 把 黃金 的 太平道 作為一個 項目 後來 我發現 大部分的回答 我們沒辦法 大部分的回答 我們沒辦法 回答 能回答的 問題 都跟 天使教一樣 所以 把它 沒有很大的 用處 可是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我要說的是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組織性宗教 很小 可是 曾經有很多 所以 我們總是要考慮 這樣的可能性 最大的例子 當然是 道教 佛教 他們有一定的 傳統 然後他們有 立定的經典 他們有 入會的 一種儀式 然後他們有 他們自己固有的 儀式傳統 他們自己的一種 威絕之度 甚至於跟一般社會 不一樣的 一種 社會 就行 然後 他們有時候 會 相信者要求 所謂的 專屬 宗教 身份 就是說 你參加這個 族主宗教 你就不能參加共同宗教 早期的天使道是這樣的 比較純粹的佛教也是這樣的 一當和尚 你就很難到一個道觀去祈禱 很難看 晚一點的 我說的 教牌宗教 像 白無雙毛母 就是 教宗 有王文這樣的行星 你參加的話 你只應該拜五成王 不應該拜五成王 所以我的例子就是 早期天使道 佛教 全間道教 百年教 儀館道 跟法文公 這幾個字 然後 我們還要選 所謂的 模型 形式 到底要問什麼問題 我們現在應該用哪一些大的項目來處理宗教 我在這裡列了幾個不同的系統 分析系統 第一是我在 博肯 研究中心 所用的一種分類方法 它就分出 knowledge action experience materiality 就是 智慧 心動 經驗 跟物質 宗教 我又找出一個社會學 一個入門的教科書 來看他們怎樣分析宗教 他們就在 Dimensions of Religions 這個項目上 他們就有 belief 信仰 ritual 仪式 social community 社會 跟 spiritual experience 裡面 然後 還有這個 宗教歷史 書局 怎樣分呢 它就有 beliefs practice society institution community 跟teaching doctor 我從其中 我就選出三項 knowledge action 跟community 所以這是 行動 給社會 這個項目 來當 我的大項目 然後 譬如在社會項目中 列出 這幾個 八個問題 你對大家 你就知道 三成八 就是在大教 一個很重要的 事物 所以 聖地 比如說 三個單品 然後一個 所以 Find friend 有它的象徵力 第一個問題 就是 宗教類型 是不是我說的 這個 分相性的組織 或者這個組織宗教 或者是師徒關係 第二 是 信徒 參加這個宗教的人的社會地位 所以 只有過貴人 主要是平民 或者兩邊都 你都參加這三個類型 第三 就是 有沒有要求 你不安屬這個宗教 你才可以當成員 第四 就是 你入會的時候 你第一次參加這個宗教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種入會意識 一個過度意識 也就是 可以說是一個 Ritual of Transition 還有 它有沒有實行 跟外面的世界 不一樣 它們特有的一種 標準規範 第六 就是它有沒有提供教育 這個我了解的比較廣泛 它們不一定就是教你怎麼樣寫字 可是 你是不是在這個宗教裡頭 會學到一些 特別的做藝術的方法 特別的寫符的方法 特別的 做什麼物質的東西的方法 宗教往往有這樣的教育的理念 它有沒有獨特的社會秩序 結局制度 就像在 早期大教的社會裡頭 你是按照你的法位 來決定你的社會地位 不是按照你的年齡 也不是按照你出生的家庭的背景 不是按照你的法位 在大教裡頭 甚至於一個本來是儒卑 可以當當作一個老師 可以當作一個記者 可以當作記者 有這種所謂的社會遺狀 社會的秘密 那最後 它有沒有獨特的服飾 有沒有獨特的建築物 等於要來跟別人區別 他們的信徒 就是社會的意念 然後行動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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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全社群規模的一種儀式 就是說不是單獨一個人跟一個老師的一種儀式 而是一大群人會站在一起做儀式的這樣的場合 有沒有每年同時執行的一系列的儀式 有沒有一個所謂的ritual year 一系列的儀式 文化 文化 有沒有社群公有的慈善修演 佛教這樣的情形很多 還有早期佛教也有 人家就會出來修理道律 或是做巧 或是幫人家做事情 有沒有這種共同的慈善修演 以及幾天長的法内 第四 有沒有進行寫學祭祀 我發現工同宗教當然也是最基本的一個東西 可是很多有族者性的宗教都不让用写实 原因很不一样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现实 他有没有自己做祭祀 有没有使用张神书呢 有没有这样的通灵 有没有这样直接跟神的来往 这都有可能 有没有使用占卜 我们知道早期的道教不用张德 早期佛教也出了这样的机会 后来他们都比较松散了 可是这个是他们的身份 一个重要的部分 有没有意识鬼神呢 最后 需不需要出家 需不需要离开自己的家庭 来建立一个比较像宗教迷似家庭 这样的一种学情 第三就是祭祀和信仰 比如这个宗教有没有它的神圣的经典 有没有所谓的scripture 有没有它们能够跟一般的论说 信仰不不一样的一个影像 他们有没有相信死亡后的存在呢 然后这个存在是怎样的一个事 有没有全能处理的随风 很多族主宗教 特别是在他们开训的时候 有很强烈的这种随风 不单是造旗道教 造旗佛教也有 然後很多我所說的造牌宗教也有這樣的東西 個人的命令跟全家的命事有沒有關係 這是傳統中國的一種想法 覺得你父親、祖父所做的事情就會影響到你自己的命運 可是佛教認為有輪迴 有輪迴的話跟你前一輩子的人比較有關係 跟你的父母的關係比較少 這個宗教是怎樣看待家人跟你個人的關係 生者是否能改變死亡者的命運 這個在歷史上是很重要的一點 我們就發現很多宗教是因為他們有特別好的改變王者的命運的方式 他們之後變得很豐盛 好像佛教裡頭林寶派就是這樣子 佛教裡頭本來就是他們能賣出一個重要的東西 有沒有鬼神來監視人民的行為 是不是你天上或者地上或者你身體裡頭 大教會 身體裡頭的是不是有一些鬼神在監視你 在記錄你的錯過跟你的上色 然後因此就改變你的秘密 然後有沒有相信文化的這件事情 也許會對宗教的性質會有相當大的影響 那麼我問了這些問題 然後每一個宗教團體 我剛才列出來的那個十幾個不同的宗教團體 我每一個都用每一個問題來問他們 然後進入他們回答 這當然是我自己替他們想出我的回答 我現在沒有代表早期天上大禮也可以回答 也沒有 隔空也不在不能怎麼回答 可是我們可以用他們的文獻來解釋這件事情 然後 你自己不清楚的地方 你還可以用這個宗教歷史書舉庫 可能有一個專家在那裡已經寫過這個宗教 你就可以用他的資料來填表 可以回答這些問題 然後 你就會得出幾項不同的回答表 怎麼處理呢 我們就用邏輯所喜歡的一種方法 就是一個真指表 一個truth table 來把它編起來 然後做一種比较 所以我就用accept 來做出真的一個truth table 然後 在這裡 然後 你就會猜說 上面 這個已經太小了 不敢看 不過 我們應該在這裡 有個部署來看 所以 上面 有各種不同的宗教團體 然後 在第二階段 就有 community action 和 knowledge 社會 行動 跟這個大項目下的二個問題 然後 一下子 都有 請進去 一些回答 在這裡 中國佛教的這項裡頭 我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我在這幾個項目的問題回答裡頭 我就一起把tantra 密宗 分別出來 所以 可能應該 把密 密宗的佛教 看作是另外一種宗教團體 然後 就是這樣子的 必要 然後 我相信 就像我說的 做現代的人 他們就會 援出更多的團體 然後 好的 你也這樣子 那是一個 密宗教 怎麼用呢 有什麼 人的作用 你當然 你就可以 取擠 比如 早期宗教 跟早期佛教 你就可以看上面 有什麼 一樣 什麼不一樣 做一些 什麼 什麼 你就可以看到 他們怎樣 一樣 怎樣不一樣 可是 此外 你還可以用 這個 數據庫的 作用 來 處理 這些 作用 這是一個 用力 比如 我自己覺得 我一向都覺得 祭祀 寫實 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項目 有一些宗教團體 以這樣的寫實祭祀為中心 為他們最重要的儀式 有一些就是文春福祉 可是不做 所以 你找理由 有 學士 學士 祭祀 這樣的 模型 形式 來 處理 所有的 宗教 你就會 發現 不單是 寫實 寫實 祭祀 的回答 一樣 可是 同樣的幾個問題 宗教類型 就會 一樣 精神 誤會 有沒有精神 有沒有誤會 儀式 這個項目 的回答 會一樣 是不是有獨特的社會智慧 節制度 也是一樣 等一下 我給你看這個表 是不是有沒有獨特的衣服 衣服 也是一樣 甚至能不能改變死亡 這個命運 回答 也一樣 你就可以看 這個標語 比如 他現在把 這些 團體 的 排列方式 是根據 他有沒有 祭祀 有沒有 寫實 來 把它 統一出來 可是 你就看出 很多 很不一樣 譬如 這個 下面 都尋到 這樣子 通常 一個 這樣子的 情形 這樣子 你就會 了解 說 在 不少 在中國 宗教歷史上 你 你 假如 佛爵祭祀 你 就很可能 也會有 一個 入會的 藝術 也很可能 會有 你自己的 獨特的 社會秩序 也很可能 會有 自己的 服飾 自己的 建築物 你還會 你還會 還能 改變 死亡者 已經 失去的 秘密 現象 所以 你 獨家 你試試看 能這樣的 一個方法 讓人家 真的 增加 然後 看著 你自己想 問的問題 你自己可以 點出 你自己想問 一些 模型 模型式 也可以 自己 設立 你想要的 你自己想 宗教團體 和你怎麼 怎麼樣分析 所以你這樣 讀我宗教史 你搞不好 可以得出 比我更 精確 更精彩 一些 結論 我 方法上 我覺得 這個 可能是 相當有益 我沒有一個 結論 所以 謝謝 謝謝你們 收集 還有一份嗎 這就是Data-Based Religious System的網頁,可以上去查查看。 問的問題非常非常仔細,有一些不怕你沒有想像過的語心,可能會有懷疑。 我們現在這邊呢,我們試著來討論。 然後我們那邊呢,我們請經理老師幫忙,我們試著幫我們一邊上網,展現來看一看。 我們可能會知道很多是來自於一些過往的研究技術。 可以聽得見嗎? 可以,還好,大聲一點講。 可以嗎?OK,沒問題。 就是很多讓我們聯想到以前很多很經典的研究。 然後Terry經過了一個重新的整理,讓我們發現有一個很好的方式可以去做嘗試。 那當然你也沒有結論。 所以我們現在先開放一下討論有一些什麼個人性。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有趣。 然後對我們現在該做的一個比較大的計劃, 例行當代地方造教育會有一些很好的幫助。 我們現在先開放提問,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啦,然後再來示威,然後再來偷學。 開始。 大聲,我要戴口罩講嗎? 都可以,都可以,沒關係。 都可以不要戴口罩,我離給你。 可以可以。 就是,我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剛才Terry提到說,中國的道教跟佛教在後來沒有信徒了。 然後,但是我們知道教派宗教有信徒。 對。 然後,所以我聯想到一個想法。 就是佛教跟道教在南北朝以後,國家化了。 就是國家承認他們。 可是把他們的宗教專家集中起來,在寺院或者在道館裡面。 而讓他們放棄了他們的信徒。 所以成為國家承認的一個宗教。 相反的,擁有信徒的這些教派宗教, 他恐怕經常會被判為一種反動團體或者是邪教。 所以,是不是擁有信徒的這一點,分散性的信徒, 在中國的這樣一個古代帝國,是不是我們可以考慮這一點。 所以能夠一種分散在明天信仰或者你所謂的寇文宗教上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你分了三個類型。 其中第二個類型是師徒傳授的。 第三個類型是組織型的宗派。 我觀察道教有兩個時期, 他們吸收了師徒的傳授制度。 譬如說,你剛才也提到,在南北朝的時候, 天師道是一個有組織型的宗教。 可是在南朝的時候,他開始把這些方式的傳統, 就是你所謂的自我神話運動或者是南方生命傳統, 吸收進來。 然後是這樣。 第二個時期,這是我跟你說的,在宋代。 原本有很多的法師傳統在民間。 他們驅邪趕鬼,他們用師徒的方法存在的。 他們沒有組織。 但是照了南宋的時候,這些法師傳統被吸收到道觀裡面去。 我們現在讀的資料裡面發現,道觀是一個組織型的宗教。 可是在道觀內部,每個道院又有他們的師徒的法脈的系統存在。 也就是說,第二類型跟第三類型是會合併在一起的。 在道教至少發生過這兩次組織型去併吞掉師徒的這樣一個傳統存在。 第三個問題比較小的問題就是,你那個表格。 很有興趣,我覺得那個分類很有趣。 我看出了一些現象,也有一些疑惑。 第一個是,為什麼出家你把它放在行動而不是社會。 對,像楊慶坤他所出家是一種新的一種跟世俗社會脫離的一種情況。 對,所以他是屬於社會組織的一種變動。 這我的好奇。 第二個你說,上青跟領寶是組織型的。 你是指他們都是天使道徒嗎? 我覺得他們都是天使道徒。 否則上青跟領寶我們看不出他的組織性。 對,可是你就可以看到他們被捲入一個路的系統。 那是後來的事情。 當時就已經開始了。 所以有人說這個道戰的編傳就是根據當時的這個路的系統。 所以通過五、六世紀就已經開始了。 好,這個也許我們可以討論。 就是我不覺得上青派跟領寶派有那麼強的組織性。 他是一種分散的。 而且現在學者很多在討論。 他們很多可能是天使道的信徒去學一部經典這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因私處關係的這樣的現場納入。 然後你對早期中國佛教你說他是組織型的。 可是他卻非專屬於此宗教。 對,因為很多道教徒你可以說是佛教的。 早期道教經典裡頭他們被俗非常能拒絕。 可是佛教從來不被常能俗。 因為主要是他不做祭祀。 OK,可是他是有主持的。 對。 最後一個,我發現有一個你說是否相信生者能改變王者命運的。 對。 自我神話運動你說沒有。 他們沒有這種想法。 好像沒有。 可是南方神秘傳統卻有。 可是你說南方神秘傳統是自我神話運動的演習。 那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變? 大概是佛教的關係。 佛教跟道教理想當中。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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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點直接問。 就是,我非常感謝Terry給我們一個就是用分類的方式。 然後其實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中國宗教的一個光譜。 就是中國宗教各種各樣不同的形態。 它有一些,透過這個表我們會看到它有一些屬於某一種,另外一種。 極端。 然後有些宗教屬於另外一種極端。 這個其實過去那個CK Young它在分這個Revolution跟這個institutional的這種分類其實就是更細緻。 它是二分嘛。 可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很多種分類。 然後它有很多種不同的分布。 這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可是我想提的問題。 其實剛剛超然提的問題。 中間就已經隱含了我想提的這個問題。 就是時間的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在講這種Self-Divinization。 這個Michael Peer提出來的這種,就是我們現在知道的。 過去我們會認為它是諸子百家。 可是其實它都是一種practition的這種practice。 然後這個後來的方式傳統延續了。 那我看起來其實後來的理學也延續了這種師徒的這種關係的這種。 尤其有修身也有這種修行也有哲學的這種同時存在的這種傳統。 那我現在要提的就是說。 就是這看起來裡面有一種時間性。 其實剛剛我們在講上清派或領寶派。 它早期如何?後來如何? 這個在如果我們沒有把時間因素考進來考進去的時候。 你那個yes or no就會變成。 早期是yes啊。 可是後來變no或者早期。 這個那我們怎麼辦? 就是這個時間這個dimension。 我們怎麼把它放入這個裡面去思考。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同樣是一個時間問題。 就是我想。 你剛剛一直在講那個唐以前。 唐代以前沒有。 就是好像沒有這種。 就是你這個the rise of the common religion是在宋代以後。 我覺得唐代以前就是這個common religion也是存在比方江子文。 我也有個早期共同宗教啊。 所以這個就是共同宗教是一個早期一直延續到宋代以後。 這個全部都是共同宗教。 可是你的早期是界定在好像是我們現在理解的是。 比較是商、東周等等等等。 然後你中間就有講一個中間好像沒有。 因為你講了。 因為你用了卑文就是那些。 可是那些卑文是因為它。 我們現在照相有功德。 所以那是比較佛教跟道教。 可是你如果是地方祭祀的話。 它就不一定會留下這些這種卑文。 所以沒有卑文不代表沒有這種common religion的存在。 所以可能這個中間我認為還是存在的。 這另外一個。 你也覺得存在嗎? 你也覺得存在嗎? 比如在舊怪小說。 對啊。 像宋代儀一間就可以看到這樣。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存在。 就是好像在你這個bite裡面中間變成是一個blank。 然後。 然後。 不是一個blank。 是一個園區。 一個園區。 OK。 我就是沒有列出各個長代的共同宗教。 對。 所以這個還是歷史的一個問題。 它會一樣。 所以你這個common religion, 因為我看你的這個裡面寫。 所以你的國家祭祀也是在這個common religion裡面。 我覺得其實國家祭祀也是common religion的一部。 可是它就有一些特點。 比如說它有一些神它會說只有皇帝或者皇帝的代表才可以祭祀某某神。 所以天地好像是這樣。 對。 一般的人不能祭祀。 對。 所以其實國家祭祀是一直存在。 而且其實是中國宗教蠻核心的一塊嘛。 common religion也是。 所以你再也看起來國家的宮廷的這個祭祀傳統跟民間的這個common religion 他們其實都是一個東西。 而且是從早起。 我覺得是在比較大的一個皇帝裡頭他們是一樣的。 可是它是可以細分出來。 因為他們都。 對。 所以這個裡面就是除了這個我剛剛講的時間的dimension, 又有一個hierarchy的dimension, 我們必須考慮。 就是說它其實都是common religion, 可是它不是平民。 就是在宮廷裡面最上階層裡面也有這個東西貫穿下來的。 對。 可是在這方面我特別要強調的就是一般的這個共同宗教是兩邊都參加的。 就是分子也是參加一般的共同宗教。 他們在家裡做的就是共同宗教。 他們出來做官,他們就代表要觀光。 對。 對。 OK。 好。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其實我的問題跟剛剛唱的也是一樣。 就是typology的問題。 就是後面那個lineage跟organization跟diffusion這三個東西。 然後但是我們有時候在分類, 比方說你把organize religion, 比方說早期的天師道等等等等, 早期天師道。 那後來的天師道你覺得是什麼? 比方說我們現在講火居的道士好了。 他到底是一個, 他不是organized的,對不對? 他是好像, 比較像是依附在這個diffused上面的一個ritual expertise。 我不會覺得, 我還是覺得他是真正的。 你還是覺得他是組織型的, 可是他如果按照你的定義的話。 他有一定的服飾跟建築。 他也不做祭祀。 你從這裏你就可以看出為什麼他是組織宗教。 對對對對對。 他的回答跟表記天師道很相信。 可是我覺得早晚會提出一個重要的一點。 就是覺得天師道一個組織宗教裡頭還是會有一些師徒關係。 對,有一些師徒關係。 對,有一些師徒關係。 就是它是 對,subgroup的這個傳統在裡面。 所以他比較不是一個diffused religion的一個ritual expertise。 它是屬於, 在你的團分類裡面是屬於organized religion。 可是還有一點我覺得比較重要, 就是在教育上面。 譬如一個真的師徒關係的這樣一個團體的話, 就會有部門弟子。 而且會有跟老師最親民的弟子, 會變成他的後繼教。 對對對。 在一個組織宗教不會有這樣。 所以你要拿到一個讀工法, 你從這個老師拿,你從那個老師吧。 一樣,一樣有地位。 一樣有地位。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法師是organized religion還是diffused religion? 因為法師的了解相當不一樣。 不是,因為從一個分類來看, 法師就會變成是organized religion。 對。 對。 他就不是一個民間宗教的一個醫師專家而已。 可是我, 假如你是看到現代的法師傳統, 像雨衫這樣的東西, 可能有點不一樣。 不過他們還是會有法師路, 對。 我們在田裡裡頭就會看到, 人有道士路, 還有和尚路, 還有法師路, 然後法師他們還有他們自己的衣服, 跟道士跟和尚不一樣。 他們還是會有他們自己的分別。 對。 所以按照這個分類, 它就變成是organized religion嗎? 對。 可是一個師徒關係就有點不一樣。 然後譬如一個, 如果看真的是師徒關係的話, 理想法應該每一代都有一個傳人。 可是我們知道傳人很多。 師徒一定要一個傳人吧? 一般師徒關係就會有一個傳人, 就會有一個頭, 要不然誰決定哪一個人可以入門。 可是我們如果再考慮到早期的方式傳統, 它也是一個, 就是按照 Rob Cameron 的研究, 就是一個師徒傳授的一個方式傳統。 方式也是一個 group, 它不一定是一個, 只有傳一個土地吧? 不是傳一個土地, 可是少數的土地。 然後不一定每個土地都受到一樣的教訓啊。 有一些傳傳, 有一些只有受到的部分。 可是早期天使道的話, 你當哪一個字, 你所學的一樣。 你哪一個150將軍路, 你能做的儀式一樣, 不管你是誰的土地。 我覺得這個是主治宗教的一個特點。 那佛教應該也是這樣。 你能拿到佛教的某某系統的儀式能力, 它就一樣。 不管你拿這個佛式或那個佛式, 你同樣可以學到同樣的東西。 那師徒關係就很不一樣了。 你拿不同的師父, 你學的就不一樣了。 但是他自己家傳的一個東西, 絕對跟別的師父不一樣。 而且會強調這個義傳。 對,可是這個問題就是, 佛教一定也是師徒跟這個組織兩者兼具嘛。 因為禪宗也是強調這種lineage, 跟這種, 你要跟哪一個禪師。 而且他有學啊。 雲友也是有, 可是他最, 他還是, 就是要補到他。 最後你要選一個對你最合適的老師。 基本上他們教的都一樣。 他們都用一樣的功能來教訓你。 他們一樣有通話的教訓方法。 嗯嗯嗯嗯嗯嗯嗯。 這個完全能消瘦。 OK,好,沒關係。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圖表我覺得非常好。 可是我覺得, 就是有沒有一種可能, 不要只有yes or no? 因為, 因為你如果完全只是no的話, 比方你的表的這個近現代宗教, 它的這個community這個部分是全部no的,對不對? 對。 對。 但是這個就是很多人在批評這個CK Young, 就是說所謂的diffusion religion不是全部沒有這些, 完全沒有教義, 完全沒有入會儀式, 完全沒有規範, 完全沒有教育, 完全沒有階級制度, 也沒有特別服飾。 就是民間宗教很多這些分類都還是有。 所以我大概會把這個看說不是共同宗教, 而是還是一個師徒關係的一個結局。 哦,ok。 那還有比方說中國佛教你的? 譬如說jentle, 雖然是民間宗教的一部分, jentle裡頭就應該有師徒制。 有師徒制,對。 所以這個全部都no裡面, 其實有很多例外, 就是很容易找到例外的部分, 就是為什麼大家在批評那個CK Young。 然後比方說中國佛教你指的是說, 相信死亡後的存在是no, 然後有天經也有故事論也是no, 然後宗教知識是否密傳, 這些你都是說no, 可是這個中國佛教應該不是這樣, 然後林寶經也是啊, 林寶經其實是有末世論的那個。 對,我就會說那是公統宗教拿入佛教的一小部分的地方。 一種正貴的, 有一個和尚不應該相信死後還存在, 因為他如果就是他們最基本的信仰。 OK,OK。 所以我覺得總是覺得這個yes or no, 還有就是剛剛講的時間問題, 就是有時候早期是, 可是後來就沒有。 當然每一件問題都有這個大分或細分的這樣。 所以是分他比較趨向哪一個東西, 比較趨向, 比較趨向yes, 或者是比較趨向的東西這樣。 對,看你怎樣分析的一個團體。 好。 其實社長剛剛有幫忙問掉我一個問題, 就是我也是要問老師, 在中國佛教的分類的時候, 相信死亡的存在, 那我最是這個死亡是指佛教那個涅槃之後的那個部分嗎? 你離開這個身體, 你就不是自己。 可是他不是會繼續輪迴嗎? 然後還有重心。 可是溫迴就是一個原因, 它不是沒有任何東西, 真的被傳到你下一輩子。 所以我覺得佛教非常不公平。 不是你, 可是你還要受他的罪。 可是, 假如你真的相信我, 沒有我, 你總很難說你下一輩子就是你。 對不對? 他們說他們的比喻是一個蠟燭,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蠟燭, 然後你用這個蠟燭來點那個蠟燭。 可是那個蠟燭還是那個蠟燭, 這個蠟燭還是這個蠟燭。 他們不可能是同一個東西。 他們不共有任何東西, 他們就共有這個動機而已。 嗯, 可以。 可是, 就是好像這樣分, 真的是在很多人的詮釋上, 或是觀念上, 不一定都會很一致, 對不對? 對, 就是因為我, 可能是因為我對共同宗教的定義比較過。 嗯, 然後我覺得很多有佛教色彩, 或道教色彩的信仰, 或者行動儀式, 假如他們真的是在共同宗教這個範圍之內, 他就不算佛教。 我們也有佛教拜的觀念, 也有共同宗教所拜的觀念。 還有兩個, 就是一個是, 因為老師其實這邊, 特別老師這邊有把祕教的, 就是都會打星號嘛, 有一個, 對, 對, 有沒有覺得祕宗在某些方面有一點利用? 是, 因為像我如果用祕宗的看法來看的話, 其實祕宗就很師徒制, 就是他非常要求這個弟子要審核。 因為有秘密, 一般一個共同宗教就沒有秘密。 一般你參加一個祖主宗教, 第一你的身分是公開的, 每一個人都知道你是佛教徒, 或是道教徒, 不必隱密的。 一樣, 他們大部分的教訓都是公開的, 至少在那個教內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的, 不是只有一個人可以看到的。 對, 所以包含那個神祕, 祕傳跟師徒, 在祕宗就完全就跟本來佛教, 審教的佛教就完全不一樣。 這個有一點神感有趣, 一位Ronald的一個子, 來講這個民眾Tantra在印度的來源, 他就覺得Tantra其實就是印度家的共同宗教。 跟佛教有點不一樣。 對, 是共同宗教被拿入佛教。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因為老師們剛剛有在討論法師, 那我印象就是台灣有另外一個法師傳統, 是釋教法師。 他都做佛教可以, 可是組織的佛教是不承認他的, 就很討厭。 我媽媽還跟我說, 你我死後千萬不要用那個塞功, 釋教塞功。 我說那個佛教沒有用那個不是佛教, 他就很堅持那個。 可是他都念佛經, 然後做很多民間信仰的儀式, 可是對自認為自己是組織型佛教的信徒來說, 我不要那個。 那這種傳統是不是, 像四位老師剛剛講, 他算是依附於那種分散型宗教下面的試圖制傳統嗎? 對, 我覺得可能是佛教性質的不同宗教。 可是跟佛教不一樣, 從和尚的太陽你就可以看到, 對不對? 對, 和尚就會說, 那阿明信仰不信仰。 對對對。 他們就會否決。 是。 對。 好, 我們的照片。 龐道總,下一個負責。 好, Terry。 我有一個問題的話呢, 就是, 其實的話呢, 你這個表格出來以後的話, 對我們做宗教研究的人的話呢, 可以講說是非常有用的。 因為最起碼來講的話呢, 我們有一些比較標準的目標, 去看哪個宗教它的情況怎麼樣。 其實的話呢, 我也是跟那個謝教授所講的一樣, 因為太多NO了。 所以我們, 我一看上去以後的話呢, 我就有一種感覺上面來講的話呢, 對於那個早期的道教, 還是早期的那個中國的信仰上面來講, 整個好像, 說你做對community的裡面來講, 整個都是NO的。 基本上。 是不是真的對community沒有硬核的作用呢? 對不對? 所以變形, 你說, 後來你就講了, 對我們從細分裡面來講, 就變形是EX。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 我希望的話呢, 還可以的話, 再深入一點來去看。 同時的話呢, 我在節目裡的話, 看到你, 因為在早期道教, 以及放在這個天使道, 放在那個, 那個天使, 張天使, 請你這個天使道, 進門外道的時候, 來去定, 這個是早期的道教。 其實的話呢, 我們有另外的在, 比方我們在中國大陸, 我們有時候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會討論到, 如果在天使道以前的話, 我們就給他分成兩個宗派, 一個就叫做中南先宗, 另外一個就是逢南先宗, 你有沒有聽過? 所以, 變成, 變成的話呢, 天使道以前, 基本上面, 我們已經有, 一個內單, 一個外單, 的存在, 還有一個, 神仙, 兩個不同的神仙系統, 一個是, 同來的神仙系統, 另外一個是, 中南神仙的系統, 所以兩個神仙系統, 碰在一起以後, 就產生了經濟道。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我們有討論過的一些問題, 但是的話, 你知道, 文獻很難, 找得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標準的文獻出來, 但是來講的話, 這個都是我們學者, 就在中國也好, 在哪裡也好, 作為我自己本身, 作為學者, 作為信徒來講, 我常常還是有一個疑問, 在這裡, 一個中南先宗, 碰到一個重南先宗以後, 我們所產生的是什麼東西? 這一點來講的話呢, 我是, 有了這個標以後, 我可以好好的委屈, 再慢慢的, 來去認識一下, 來去做一些研究。 我在這裡的話, 非常感謝你, 謝謝。 謝謝。 我回應。 對, 第一件事情, 我要指出就是這些, 因為求仙的這樣的團體, 大部分是師徒關係的, 是這樣的一個社會組織, 很少有真的公開給大家, 你們一百個人都要成仙嗎? 我們都一起來練習, 做氣功或什麼, 都是小數的徒弟, 然後, 一定要選出最好的徒弟, 才, 那個人才覺得成仙, 對不對? 大教裡頭不是這樣子, 你參加你就是仙人, 你就是天官, 而且它是按照你的行為, 不是按照你能不能做出什麼特別的鍛鍊, 所以這個就是剛剛所談到的, 這兩個不同的, 一個中南仙宗跟蓬萊仙宗的不同的地方, 因為蓬萊仙宗, 蓬萊仙宗就是你剛剛所講的, 你只要進了這個道以後的話, 你已經可以祝天官, 但是在中南仙宗裡面來講, 你要收念你才能夠成仙, 所以這兩個就是不同的, 一個收念的方法, 跟不同的一個內念, 跟一個理論, 有不大的規範, 對, 不同的規範, 所以這兩個不同的東西來講的話, 所以我才會講說, 一碰起來, 產生性靜意了, 出來了, 所以靜意的話呢, 兩邊都有, 靜意不是這樣子, 靜意兩邊都有, 靜意也有受念, 靜意也有, 也有, 也有這個, 這個, 對, 剛重要它有戒, 它戒律是本身來講的, 是比給它收錄以後, 在天上面錄為天官, 已經在上面記名, 所以這一個的話, 就屬於那個, 變情是靜意他們所做的一個特別的, 一個儀式, 就變成是屬於天官, 所以他們收錄就變成一個天官了, 不不不不, 你在找今天是這樣, 你能上章的話, 你就是天官, 要不然你沒有, 沒有任何, 這個, 權力上章, 就是天, 你上章, 你就是要上表嗎? 也是在教團裡面的一個儀式, 一般的人不能上表, 對不對? 你是一個記者就可以上表啦, 至少要拿到徐將軍錄, 對, 你有錄嘛, 你收錄, 你就收錄以後, 你就可以上表了嘛, 你上表你就是一個天官了嘛, 對, 所以就是你收錄, 你可以變成一個天官, 這個就是等於說來講的話, 另外就是蓬萊仙派裡面來講, 你碰到神仙, 神仙給你一個機會, 你已經是一個天官了, 蓬萊仙, 對, 依靠別人, 對不對? 蓬萊仙就是很容易, 你當你碰到有神仙的時間, 神仙可以賦予你, 給一個金丹給你, 還是給一個訣給你, 給一個法令給你。 其實我們知道, 前早七天知道, 是不用金丹, 不用修煉, 不用任何這些方法, 你就需要集功德, 你就可以進行, 你就可以收錄。 集功德的話, 就是背景收德啦, 收德就是要靠自己本身的內念, 你才能夠呈現啊。 所以這兩邊都有嘛, 我剛才講的時候, 這兩邊都有嘛, 碰到的話, 這兩邊都有。 碰到長的這個問題, 教界跟學界, 我們慢慢來一下。 可以私下我們再聊, 對於你之前提到那兩個派, 本學界掌握得還不夠清楚, 可能之後結束我們再聊。 好, 那傅貞, 我們再多開放幾個問題。 你好, 我的問題也是跟分類有關, 可是我要問的是你的設定的問題。 就是你剛剛講說, 你為宗教放了很多他的戲目, 然後你三個來源, 一個是你的講座, 然後一個是一個宗教的教科書,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秀出來的Data Base裡面, 他提供的。 那當然在這裡面是有重複的, 但是他超過三個。 我剛看大概有十個小部, 那你怎麼選了這三個? 然後這三個之後, 各自三八二十四, 放出來。 對, 那就是你覺得。 而且調染已經跟我說, 我分錯了, 所以要重新考慮。 OK, 那你現在覺得說, 如果你要修正, 或者是說, 你建議大家一起用的時候, 你有建議大家一起怎麼樣去設想去修正? 然後你現在的使用狀況怎麼樣? 我覺得你要自己考慮, 我就是給你一個例子, 就是我自己對我自己的研究有用的一種分類方法。 你有不同的目的, 你可能要分得不遠, 你可能要轉目到不同的分類方法。 你可能會只管社會的這一部分, 或者只管這事, 只管信仰的那一部分。 然後你可以進行你自己的別人分類方法, 自己的分析, 然後得到自己的回答。 我就是提供一個研究方法而已。 一鐵一鐵新的疫苗, 看看能不能幫我們回答什麼是道教。 所以我的宗教團體的分類方法, 問的問題都要跟我一樣。 不過我覺得你可以用那個database, 那個database of religious history, 來考慮出到底可以問哪一些問題。 有時候, 古代希臘的專家, 會提出一個問題, 你從來沒有考慮過。 然後, 你把它引用到中國宗教, 你就會發現, 哦, 這個, 用這個, 我就可以看出, 這兩團其實有關聯。 以前我沒有想到他們, 本來認為他們是完全不一樣。 可是他們在這個角點, 他們就有共同的地方。 同學們有沒有問題? 同學們都沒有提問。 嘿, 加快。 我想, 這個資料庫看起來是一個, 它有一個很, 沒有一個很龐大的計劃吧。 就是它已經, 它已經有很多宗教背景的人, 去設定了一些方向, 對不對? 對。 然後, 所以它還是可以再繼續修改嗎? 當然。 可以。 那大家自己比較進去的東西, 會在這個裡頭, 會給這個, 怎麼講? 這個, Data Base, 背後的營運, 營運的人看得到這個嗎? 這些人丟進來的? 對, 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以。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目的, 因為他們周圍有很多做認知科學的人, 所以他們要用這個比較宗教的這個方法來, 把宗教看得比較清楚。 這樣子, 他們不受到, 因為你做, 你用認知科學來了解宗教, 你對宗教的定義就變得很重要, 對不對? 然後, 他們一直很懷疑, 因為他們的背景, 他們就會有適合於西方宗教, 基督教, 天宗教這樣子的宗教的一些問題, 而他們不, 他們怕他們就會忽略一些更重要的, 跟他們方圍局外的宗教, 有關的一些問題, 所以, 就有把宗教抽的很大。 對, 那就是說以前這種把不同宗教抽取出一些比較的項目, 比如說你講的, 比如說有沒有輪迴, 或是說他的經典的產生方式, 怎麼樣? 就是說以前就非常多, 就是說每一本書可能有自己的分類, 對, 那, 但是我現在的想法是說, 他這裡頭的項目還是可以改, 對不對? 還是有可能改, 對, 那, 因為有些項目大家認知其實不一樣, 就像剛剛已經多提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希臘的共同宗教, 共同體宗教, 跟中國的共同體宗教, 應該也是蠻多不一樣的, 但是他可能在這個裡頭就會變成一個一樣的Mark, 就是說可能同樣是共同體, 我, 因為跟組織, 因為有讓我驚訝就是他們的共同點很多, 對對對, 但可能很多, 但是或許如果, 可是如果加進別的社會, 就是說這世界上的共同體, 也不是只有希臘跟中國嘛, 對不對? 也有資料的問題, 對啊, 就是說中國的共同體, 沒有足夠的資料來講, 對, 然後那個, 譬如說有些很基礎, 我們認為是全世界都會有的, 一些現象, 有像沙滿, 這個, 在這裡頭好像我也沒看到, 我是說烏烏, 就是說在可能東亞, 可能叫烏烏, 大家可以接受, 可能在別的地方叫沙滿, 大家可以接受, 但是它到底是不是同樣的東西, 就是說, 它裡頭還是, 有些東西名詞看起來一樣, 可是它可能內行, 就很不一樣啦, 就是說, 當然有些東西我們, 有些項目我們, 可能認知, 稍微, 比較可以有共同點, 譬如說將會相信來生, 這個大家, 可能每個宗教都, 對於來生, 就比較不會差太多啦, 我的意思是說,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 有些項目看起來, 大家的認知可能很不一樣, 然後, 可是比如說, 對沙滿的理解來講, 大體上有兩類, 一個就是, 神會講到你自己的身體, 擁有你, 然後, 你自己會失去儀式, 然後, 神離開之後, 你就會忘記, 發生什麼事情, 另外一類, 就是, 你保有你自己的身份, 然後, 你可能回到天堂, 然後, 跟神講對話, 講話, 可是, 你還是保有你自己的身份, 然後, 你完了之後, 你回來之後, 你就會有記憶, 你就會說, 啊, 我曾經到那裡, 然後跟祂講過什麼事情, 而這個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你都會看到這兩個類型, 我覺得在這方面, 它是分成兩個類型, 因為我不曉得這個, 這個網站, 反正也是騙夠的, 是參與者, 這個我現在可以再討論, 這個網站的問題, 這樣好像對著網站, 我覺得有提到, 對, 主要是, 他講的, 就是說, 把這些東西點進去的話, 你可以看到一些, 你沒有看到的, 你以前沒有想過的問題, 我是覺得, 你現在在做那個什麼, 比如說, 星座測驗, 回答一些問題, 然後你會發現, 你是什麼類型, 就是這樣回去, 很有趣, OK, 好, 同學們有沒有人要提問, 好, 敬哲老師, 同學們還是想個問題喔, 謝謝Terry跟我們分享的, 這些資料庫, 跟他想出來的這些table, 那我有幾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table, 它做一個中角比較, 它是在找, 彼此之間的一通, 那, 可是在做這個比較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不會為了找一個相可以比較的目的, 而反而忽略了我們可能屬於比較獨特性的部分, 比如說, 最近一些, 中國宗教研究的學者, 在做一些, Chinese Term, 譬如說, 福啊, 靈啊, 道啊, 真啊, 這些可能, 你必須要用中文的思考去, 去進一步的去研究, 它可能有一些不可翻譯性的問題存在, 那在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要把它拿來跟其他宗教去比較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一點點東西是沒有辦法去比較出來, 反而沒有辦法去凸顯它的, 或者說, 因為沒有辦法放進這個表格, 它反而讓我們看到它是屬於中國宗教獨特的地方, 那譬如說, 香這樣的一個概念, 或者它背後所引含的所有的儀式跟信仰, 它可能都是屬於在中國宗教的文化裡頭有獨特性, 那它可能在中國宗教裡頭, 不同的宗教裡頭, 它有一些共享的地方, 可是它跨出中國宗教之後, 它可能, maybe 在東亞宗教裡頭, 在日本, 在越南, 它是可以比較的, 但是再跨出去以後, 可能那個可比較性就更低了, 那不曉得說, 你覺得有沒有哪一些東西是屬於這種比較獨特的東西? 好,謝謝。 我自己對這樣的想像有一點懷疑, 其實靈, 比如這個Sangren, 很早就說, 靈就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概念, 可是事實上, 在世界各種宗教裡頭, 還可以看到跟靈非常類似的一種想法, 當然不會完全一樣, 而這個差異也是要重視, 為什麼中國對靈的觀念, 跟別的地方對, 像charisma, 或者是, 我忘記, 本來應該是一個理想的一個詞, 反正一定有類似的地方, 一定有它的獨特的地方, 可是, 要強調這個獨特的地方, 來代表一個國民的精神, 或什麼這樣的研究方法, 我自己覺得不是人家很有意義的一個想法, 如果沒有問題我想, 我再來先感謝Terry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演講, 我覺得很有啟發, Terry其實很簡單, 就像我們講的, 現在不是大家在研發疫苗嗎, 那它只是一個實驗中的疫苗, 還不能用對不對, 大家都可以來試試看, 然後最後我們很想回答, 什麼是道教這個問題嗎, 那也是我們這個研究計畫, 這個一個主要的背景, 所以我想, 我講一個問題回到道教來討論一下, 就剛才那個超然已經提到了, 我覺得Terry的研究, 除了在CK Young的基礎上, 我覺得他提出了, 加了那個師徒進去, 他那三大類型, 把師徒這個加進去, 在宋代的情況, 因為你說剛才有讀到一個新的資料, 那我是比較處理明清的資料, 我們都知道在乾隆的時候, 那幾個清為靈寶道士, 然後火居道士, 他們當時都是在公罐裡面的, 那公罐跟道壇, 他們有一個師徒的傳承, 當乾隆命令他們全部要, 就是反俗之後, 他特別加了說, 他們不許在收徒, 所以表示他們之前, 可能一直在收徒, 那這一塊會讓我們聯想到, 就是說一個組織性的東西, 跟一個師徒性的東西, 可能長期存在, 我不知道宋代的是什麼資料單, 可能長期補充一下, 那這一塊可以看同學問的問題, 你說的那個釋教的問題, 它是一樣的, 他都在明出那個應付生系統, 開始然後從寺院, 他們也是慢慢的有一些出家, 然後跟一些, 所以火居這個詞也沒有那麼早出現, 火居道士這個詞也不是那麼早出現的一個詞彙, 所以說我們在考慮這個部分的時候, 而同時存在的法師系統, 現在我們講的很多是呂山的部分, 如果迴響更早一點宋代的話, 那些天心神霄, 全部都進去了道場, 表示也被中壇接受了, 那這個情況在很多地方道館, 我們看到一樣的情況, 他們開始跟道壇的道士有一些合作, 而且可能這些道壇, 那是在早期幾倍前的祖先是從公關出去了, 所以這個部分, 你來思考, 如果按照你思考的比較長的時間, 在組織這一塊, 跟師徒這一塊, 從宋代以後的資料,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什麼新的發現, 這可能是我們, 可能這個研究的情況可以回答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但Terry第一次加入我們這一種討論, 我們最近就在邊論這些問題, 你應該來讀書會吧, 就是今天, 其實我當時已經有扎音超然, 就是天台月開始, 我就要過去了, 但最近真的每個禮拜六, 很不好意思, 我到時候會去, 所以說我們應該來思考就是說, 如果在組織性的宗教, 跟師徒制的宗教, 在宋代開始就很清楚, 已經有點合在一起, 最少在道教這一塊, 那我們怎麼看從道教, 在宋代以後開始這些新的法術, 在儀式上的一個混容, 也是來自於這樣子的一個結合, 對, 那我不知道早期呢, 在六朝的時候, 那很難說呢, 沒有資料, 對於張道文, 我們就有兩種不同的解釋, 對不對? 一個就是, 他是天室教的傳世人, 一個就是, 他是王正教聖的老師, 王正教聖的老師, 就是一個師徒關係, 當一個宗教的傳世人, 就是不同啊, 就是他自己獨特的一個傳給所有的道道明, 至少所有的, 那一百五十張紀錄的人, 應該都受到同樣的教訓, 那七十五張紀錄的人, 應該受到同樣的教訓, 不這樣的一個廣泛, 那到底早期道教是哪一個? 我覺得是後者, 不是前者, 然後後來的, 都是以師徒關係來, 說習慣的一些人, 穿出來的一種說法, 所以本來我自己開始做這樣的比較, 其實是很早, 九零年代我已經開始做這樣的表, 可是就是憲道教, 而主要的目的是來證明說, 第一老子不許道教, 第二老子不許道教,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那個火居道壇, 有一個規定, 當然那個可以講是說, 儀式都可以傳下去, 任何方法都可以傳下去, 但最後還是只會有一個領導人, 那這個在很多法式傳統, 甚至是現在也不講法式就是道士, 他們就是一個壇, 不能有二主, 只能有一個人, 來接這個番的意思, 這是一樣的, 然後其實說都會學到一樣的東西, 但是這個是一個表面的說法, 好像一般的東西, 但是有一些很秘密的傳統, 可是只有這一個接任者他會學得到, 這就是我們觀察明清以來的一個地方道教的情況, 然後我們發現這個情況跟公罐是一樣的, 對, 我們現在研究龍武山的中壇, 他們其實跟他們周遭的那些地方道教的道壇, 的關係是那個密切程度可能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對, 所以我不曉得要插一包服裝, 你宋代的資料是怎麼講, 這個法師在公罐的下面是怎麼樣, 所以以前的公罐, 你知道明清公罐有些是有火炬道士的, 至少在清代, 對, 他在公罐裡面, 那你剛才講到宋代的法師, 宋代法師還沒有進到祖誌裡面去, 對, 我們讀的是元明的時候, 也是要到嗎? 他就已經在道罐下面有道院, 每一個道院是一個法的系統, 就是那個下院, 對, 而且就如同Terry說的, 師徒自有一個你家族的關係, 對, 所以徒弟要幫師父扶傷, 然後要祭祀師父的鄉國, 對, 那全真也是這樣子, 全真是內丹修煉團體, 對不對, 後來他變成組織系統以後, 他一樣是有師徒制, 而且也有掌門, 這樣子所謂的每一代指定的人, 其實那時候佛教, 就是元明的時候佛教也是這樣, 一樣的, 對, 佛教的寺院也是這樣, 就我們剛才講那個, 就是禪中他後來傳到寧記中, 至少在江西他從那個南泉寺開始, 他們也是這樣子在做, 而且我們從儀式上來看的話, 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這種組織型, 吸收了師徒制以後留下來的痕跡, 在道教齋教科醫裡面, 有兩個儀節會對老師做禮禁, 一個是在齋裡面出關以後要禮師純念如法, 禮三師,經濟度三師, 那是靈寶留下來的傳統, 靈寶原來是眾士師徒制的, 一個傳統, 進到道教信仰院, 第二個是宋代儀遺留傳統, 宋代儀是在外圍的時候會禮中師, 就是到現在台北道士, 在入壇以前都要先到中師附去禮中師, 那是他們法派的中師的傳承, 可是當他進到內台以後要禮師純念如法, 又禮三師, 這是道教的法律的三師, 所以師徒制的傳統, 仍然在道教儀式裡面可以看得出來,好不好? 或許我們可以說是一個師徒制, 就是在中國歷史上依旨非常強, 非常有影響力, 而且新建立的一個信性宗教, 可能是比較純粹的這種組織宗教, 可是過了時間, 自然而然就會爆破進去一些宗徒關係的成分, 對,另外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的討論裡面, 沒有考慮國家或帝國對於這三個宗教組織的態度, 似乎國家承認的都是組織型的宗教, 國教跟道教, 可是師徒制的國家會不會承認他們? 早期的方式傳統, 不在國家管轄範圍裡面的, 後來的法師傳統, 所以我推測師徒制不受到國家的管控, 所以他不容易成為一個合法性的宗教, 而他進到組織性宗教裡面去, 可以被保護起來。 對,可是我覺得只需要注意到一點, 就是這些組織宗教的宗教的宗教, 地位都比皇室的宗教的宗教高, 所以就承認問題, 所以他們就好承認。 可是皇室也會把自己進到組織宗教裡面去, 像宋代,他就說我就是道。 對,有修會。 有修會。 唐代也會這樣。 對,唐代也會這樣。 他轉化成為徒國宗教。 對,所以有人提倡說應該把國教跟皇室的宗教分開, 然後國教一直在共同宗教這個宗教裡面最高的部分。 可是皇室就會巧約, 就會想要更高的生命, 比田地還要高的生命。 那他們只好參加一個祖族宗教, 像佛教的道教, 他們才拿得到這樣的更有權位的神。 可是因此, 這個組織宗教一直沒有這樣疑似的問題。 他們從外不被排除, 所以他們不許珍貴的增加, 因為基本上他們低得更高。 教派不一定。 教派宗教也是組織宗教。 但是後來教派宗教被取締的很嚴重。 因為他有信徒。 他組織就會有信徒。 他有信徒。 不過一般的宗派宗教也是一樣經形, 沒有人管。 就是偶爾, 我覺得這次偶爾有一個特別嚴謹的人道觀。 他就開始注意, 他就會說, 啊, 我覺得不行啊。 我覺得應該壓他們。 他之前做過的, 一定是同樣一個宗教族之, 他就覺得OK啊。 對, 也就是說剛才他推強料說, 除了和善恩道士, 佛道教堅上沒有真正的教徒, 平民的教徒。 應該是指這個意思, 所以國家覺得你還安全嗎? 因為到現在都還是這樣。 國道教也沒有教徒啊。 蛤? 國道教也沒有教徒啊。 對,就該這個意思啊。 所以說就一直覺得國家覺得安全, 而且你任何教派跟新興, 你那個教徒就很強了, 他們可以幫你弄成這所謂的反動團體。 所以我們在看這個歷史一直是這樣。 剛才那個有一個問題。 我只是想請問, 就是因為我在做那個明代的那個烏幫人家治病的吧。 就是因為宋跟那個明呢,這種烏衣, 就是說兩邊的競爭呢, 其實還是非常的激烈。 那我唯一好奇的就是, 就是說如果烏的話呢, 到底可不可以放進您所列的這個表格裡面呢? 我覺得是典型的共同宗教成員。 就是有烏衣等著這兩個成員。 一個是做降生,一個是做期待。 那就您的認識, 就是說這些烏到底跟那些道士啦, 或法師有沒有互相流通, 就是說他們的身份, 他們在當時的那個位階, 就是說有沒有互相轉換, 或有overlock的地方, 還是其實是截然不同的有, 就烏有他自己的傳承的方式。 一般上,當然道士, 或者法師, 都會管這個職統的通民, 或是跟他們合作, 可是基本上, 那樣的通民不會跟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能不能說就是, 雖然看起來對有一些士大夫來說, 他們在用的手法、手段, 那個儀式治療啊, 或者是那個宗教的手段很相似, 可是在當時而言呢, 他們對彼此之間的boundary, 是還蠻清楚的, 我不知道是可不可以解釋的。 而且我覺得祭祀,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他們做不做祭祀, 有那個寫實, 他們超過殺生, 一般上道士, 或是和尚, 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他們可能會指揮, 做那些事情。 最近台灣有這道法二門的情形, 就是同一個政治文明, 也會兩邊做, 是比較特別的。 可是他們還是分得很清楚, 他們在儀式上用不同的宗教身份來做。 不同的宗教身份, 不同的地方, 內地或外地。 好, 有沒有其他問題? 還有一個可以再蒐集個問題, 只剩一分鐘。 那不然我們就掌聲感謝, 欸,好好, 就答謝了。 這個表格, 是要讓我們, 我們可以拿去問台北的道士, 這樣聽嗎? 出去幹吧, 有什麼問題? 做做一下實驗。 我的意思說, 這個表格是給學者用的, 還是能夠做讓? 因為我自己沒有報過現代大教在裡面, 特別是台灣的情形特別複雜, 不過你可以建立那一項自己去問啊, 所以我自己現在, 我是替所有這些宗教都回答, 他們能自己回答, 當然可以回答。 OK。 好,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謝謝。 那個結束後, 有沒有什麼要宣導的? 沒有齁。 大家記得洗手就好。 大家記得洗手,對。